女人解开一斤处的扣子 依旧不受控的大吐特吐 毫不意外的是她怀孕了 但她狼狈地擦拭嘴巴后 脸上却不见丝毫的喜气 她的身份不该有孩子的 男人的态度更令她心寒 见面没有给她分毫温情 永远是最亲近的身边人 才知道如何伤你会更深 苏唐被她扎得千疮百孔 更加不敢说怀孕的事情 更用心地照顾她的孩子 比她的亲生妈妈还静止 每天都陪着小索菲入睡 然而更坏的消息传来了 威廉收到了警察的来信 来到火车站的河边认识 她站在站台上远远看着 腐烂的面容发出恶臭味 更加无法辨别真实身份 裸露空气中的杂乱长发 让男人确定了俯视身份 悲伤来的是那样的猛烈 她亮腔着倒在警员身上 回到家里后也不吃不喝 整天都锁在书房不出来 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情书 冷冰冰的文字透出生机 仿佛看到了妻子的英容笑貌 不知不觉来到她住过的房间 凉凉的月光洒在惨白的床上 一切都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 房里还是妻子活着时的布局 唯独不见了那个鲜活的身影 威廉狼狈地冲出了房间 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 在教堂为白雪举行了葬礼 苏唐木然地看着这一切 女人为何会活得那般艰难 她满身才华却养不起自己 只能依靠男人苟且偷生 白雪只是想要追逐自由 却在冰冷的河中没了气息 这时一个女人走到身边 又给她带来一个坏消息 巨大的悲伤袭击了苏唐 没有力气再支撑她站立 看着不远处开心转圈的女孩 她放下心回到曾经的那个家 敲开黑乎乎的熟悉的木门 却不见昔日那个熟悉的人 好不容易走进屋子后 物是人非的沧桑齐袭了她 所有的一切都变了样 自己怨了半辈子的母亲 没有给她留下支言片语 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 昔日的好友也不见踪影 找许多人打听了之后 才在一条街上和她偶遇了 俩人携手回到她的住所 聊起了彼此的母亲 因为寄人篱下 她无法祭奠母亲 只能恳求好友帮忙 回到威廉家之后 苏唐不再奢求命运眷顾 像她这样的人不配拥有幸福 更不配生下属于自己的孩子 她拿出提前买好的药粉 刚想要喝下药水堕胎 被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 威廉找她去照全家福 笑意爬上她的脸颊 欣喜大于震惊 苏唐完全听从安排 穿上白雪的衣服 在伦敦的影院里 和自己爱的人 留下了幸福的定格 到了晚上 俩人在书房腻歪 聊起了自家的商业版图 这话让女人误会自己 有机会成为家里的女主人 她怯笑着跟男人说 只是现在没有继承人而已 但男人没有接收到暗示 又或是没把她当回事 直接忽视了她的话 聪明的女人没有深究 快速转移了话题 第二天 威廉带回了照片 当成礼物送给女儿 小女孩看着新奇的玩意 开心地和老师分享 苏唐也对全家福充满期待 但威廉却面露难色 说照片没拍成功 只能改天重新拍了 谎言就是谎言 永远也不可能变真的 深夜在壁炉边上 苏唐发现了一个包裹 小心翼翼拆开后 露出了一张全家福 显然就是他们一起拍的 只是上面的女主人 成了白雪的模样 原来自己以为的爱情 不过是她一厢情愿罢了 原来自己傻乎乎的付出 就是一个莫大的笑话 这一次 苏唐没有再犹豫 决绝地喝下了药水 要彻底斩断和威廉的联系 姐姐一个人独美就好 然而命运再度开了玩笑 那个要过气了 孩子仍好好地活着 看着逐渐隆起的腹部 苏唐的心理越发焦躁了 如果被男人发现了 他肯定会被赶出家门 走投无路下 他选择了另一个极端 长长的红色楼梯上 站了个苍白的女人 他绝望地展开双臂 任由躯体向下坠落 以极其扭曲的姿态 倒在了楼梯拐角处 男人听到呼救声后 三步并两步地冲刺 颤抖地搂住他脖子 将苏唐抱回了房间 威廉的紧张是真的 却不是单纯地担心 作为罪魁祸首之一 他更担心会丢面子 经过医生的诊断后 发现他除了骨折外 其余的情况都很好 肚里的孩子也坚强 一丁点事都没有 但在苏唐的拜托下 医生没有讲这件事 事故发生后第二天 他就处着拐杖工作 继续陪他的小天使 遨游在书中的海洋 但男人却性情大变 和昔日的那群书友 日日流连在花丛中 变得愈加来者不拒 连战戒女也不放过 很快就亏空了身体 体力不计摔倒在地 最在乎面子的男人 被人狠狠地嘲笑了 成了所有人的笑柄 在外受气回家发颠 骂骂咧咧地回来时 苏唐正在处理工作 苏唐受不了这份屈辱 头也不回地离开房间 撕掉俩人的美好回忆 他又重拾了复仇小说 看着曾经写过的文字 有恍如隔世的陌生感 曾经的苏唐那样耀眼 他要找回之前的自己 然而不等他有所行动 男人就后悔他的言行 哭丧着脸来房里道歉 他说自己是喝醉了 才做出那般的荒唐事 现在他清醒了 不会再做对不起他的事 与其相信男人的嘴 还不如性母猪会上述 但苏唐鬼迷心窍的 选择了原谅威廉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 威廉邀请他和女儿一起 去参观他的香氛工厂 苏唐相信威廉便好吗 一手牵着索菲 一手杵着拐杖 欣喜地坐上了马车 然而这不过是假象罢了 其乐融融的画面 只为迟到工厂门口 威廉丢下女儿和苏唐 跑到另一辆车边上 接了那个老小姐下车 苏唐悲气地看着他们 终于看清楚了现实 在这个不公平的世界 无论他表现得怎么优异 都改变不了他的出身 与上流阶层的人 始终是有弊的 他重新定位了自己 一瘸一拐地拉着索菲 乖巧地跟在他们身后 费了老大的力气爬上楼 女孩就闹着要上厕所 长时间的颠簸 对怀孕且受伤的人来说 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苏唐带着稀奇的目光 看向了眼前的男人 威廉只是冷冷看了眼 就无情地发号失灵 没有办法 苏唐只能强撑着身体 微微颤颤地下楼了 结果才走到厕所不久 他的身体就发出了抗议 钻心地痛惜卷了全身 大瘫的鞋躺了出来 苏唐倒在地上站不起来 唯一伸出援手的人 是小小的索菲 小小的手握住了苏唐 这个画面给予所有人震撼 女孩帮助女孩的标语 再次被诠释的淋漓尽致 我们不知道 他们是如何回的家 只有俩人脸上的疲惫 给大家留下无限的遐想 对苏唐来说 失去这个孩子 绝对是一种解脱 往后余生 他可以陪着索菲长大 然而医生泄密了 他将他怀孕的消息 告诉了渣男威廉 他害怕自己会成为 上流社会饭后的谈资 气急败坏地找到了苏唐 可怜的傻女人 付出了那么多之后 被三个月的薪水打发了 此时的苏唐 不知道是恨还是羞愤多点 他舍不得离开小索菲 企图能爱在这更久一些 但男人绝情起来 真的六亲不认 他不顾苏唐的难堪 快速地找来的新老师 心灰意冷的女人 收拾了自己的行为 再度看到那本复仇小说 激发了心中的小恶魔 不知道是出于报复 还是单纯地舍不得索菲 他牵着她的手 将她带离了这个家 师生俩像亲母女似的 奔向了新的希望 马车夫出现了 他恶劣地拦下他们 将苏唐拉到了角落里 苏唐从来就不是小白兔 解决完讨厌的男人后 他和索菲牵手飞奔 疯狂地追赶汽车 那份复仇小说 随风消散了 仿佛代替苏唐 和过去的种种和解了 火车站台上 一大衣小相拥着 岁月静好 苏唐翻出白纸 书写人生的新篇章 女人如花 娇媚且美好 柔弱却不脆弱 无人欣赏时 也在寒风中盛访 独自美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